深圳队想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双杀山东队 若篮球弟就是丁伟的话 我也会说做梦 虽然他们在近期的征程并不是很顺利 但经过数日的休整之后 他们显然就将竞技状态重新调整了回来 就在近日遭遇战中 山东队就以113比95的绝对优势成功碾压了宁波队 通过这场大胜显然就让丁伟找到了赢球的密码 那就是全力拼抢篮板球与保持进攻的积极性 既然他们能够客场击败宁波队 那他们在鲁申大战同样能够击败深圳队 这不为了拿下这场比赛 丁伟直接祭出了新的局势杀招 山东队真能创造奇迹吗 在篮球地看来 他们的这个杀招也很明显 那就是让吉伦沃特 萧海龙 乔文汉与陈培东等本土球员 再度打出自己的巅峰状态 既然用常规赛的战术打法很难占到便宜 这次丁伟就要祭出非常规的战术打法 将赛场的节奏完全打乱 地球在乱战中成功逆袭深圳队 这套战术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那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如果他们这次再度被深圳队强势碾压的话 不仅丁伟的率位会受到进一步的威胁 网上呼吁拱小兵回归的声音也将变得愈演愈烈 这不仅会让山东队管理层的脸面挂不住 就连山东高速集团也会同样如此 所以如今的山东队急需重新开启自己的高光之旅 虽然从阵容实力方面来说 山东队与深圳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甚至如今的他们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主力阵容老龄化的问题 尤其是陶汉林 贾成与乔文汉这几名球员 他们的年纪都超过32岁 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竞技状态很难在长时间 高强度的对抗赛中一直保持在巅峰 这必然就对山东队的现有阵容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倘若山东队真的被挡在季后赛的门外 山东队的管理层必然会遭受西一轮的炮轰 因为他们为了所谓的面子放弃了成绩 这还不算青年军的断档 毕竟多支球队的青年球员都表现出极强的崛起之势 就像杨汉森 段昂军 于家豪 料三菱 穗希与林薇等球员 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球员甚至还直接赶超当下的顶级球员 这也就让多支球队的整体实力取得了新的突破 反观山东队呢 青年球员在赛场上的发挥甚至还不如广多 姚宁与新疆等冠军强队的板邓席 这也就让他们在此前的多轮常规赛中 被数支强队按在地上爆锤 这场面不忍之事 在这里不少的粉丝都认为山东队从龚小斌 卸任主帅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不管他们把虚场所推出去顶雷也好 还是签约了王涵这名胖虎也罢 山东队始终都没能走出低迷的泥沼 这不 就连被寄予厚望的丁伟也没能帮助山东队重新崛起 如今的他们更是以七胜九负的战绩排在了全联盟的第13名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随着常规赛的持续推动 多支球队的战力都将取得新的质变 就像同省的兄弟球队青岛队 他们的实力必然会在未来的常规赛中取得更大的突破 这也就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轰出更强的战力 山东队危险了